就是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書籍,這些關於人類學,關於生物,或者是昆蟲劑,或什麼其他的,大概都會有提到這些 昆蟲也會? 嗯,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動物都有好幾種性格 哦,所以你看了以後,這些書以後也會開始思考自己人類的性格 是,是 那在了解自己性別人的過程中,你有過哪一些嘗試或是探索? 因為看書是一件事,可是自己身體的歷程是另外一件事 是,因為像剛才化妝師有注意到,就是說我天生的那個雄心耳蒙就比較稍微少一些 對,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在我自己經過第一次青春期也就是大概13歲左右的時候 雖然可能就是聲音有變化,這個是比較確定的 其他的都發育沒有說非常的清晰 就是非常的完整這樣子講嘛,對 那後來當然大概到20出頭的時候,有去量那個高骨頭的濃度嘛 那醫師就是告訴我說差不多等於七八十歲的男性 所以就是大概介於人類的就是雌性跟雄性中間這樣子的一個濃度 所以我後來24、5歲的時候,就是用雌激素,經過第二次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不太需要使用那個抗雄激素,等於就是又再經歷了另外一次青春期 大概那也是兩年左右的時間 那可是這是生理上面已經幫你,還是自然的決定嗎? 對,是 那你心理上的認同是 對,那所以對我來講,其實像我記得當時我十二歲的時候就玩BBS嘛 那時候還沒有 沒有高級,你十二歲就玩BBS呢? 1993年 18歲的時候才能說自己比較好 是這樣嗎? 當時還不是網際網路喔,當時還是博捷喔 對,就是會有那個噔噔噔噔噔那個聲音的 對,那其實在註冊的時候,不但有男性女性可以選 還有什麼植物抗物什麼之類的,相信你也記得嗎? 對,那所以當時因為有很多就是線上叫做MUD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就讓人看到說,其實好像性別它不是二元的,它是一個填空體 你愛寫成什麼就寫成什麼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發現說,不但我八九歲寫成誓的時候 電腦也不會管我什麼性別嘛 那即使我社會化的就是在線上參與這樣子的社群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選成狂舞啊,就外星人什麼的 對,那你曾經和家人討論過自己性別氣質這件事嗎? 他們有做過什麼樣支持你的行動嗎? 嗯,對,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嘛 一個階段是說,我大概十四五歲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已經就是比較中性的這樣子一個打扮 那他們其實是蠻鼓勵我的 因為就是我母親這個小時候也是就是當成男生一樣 然後我爺爺也是就是非常溫柔的一個人 在軍隊裡也是被叫妹子啊 那所以就是 對,所以可以說是 本來就不會覺得說 性別氣質是一個 好像非黑即白,而是說是一個多重選項 而且你甚至是複選 就是你可以一次選好幾個 你可以一方面很溫柔,很有傾聽的能力 但二方面又非常有自信 然後非常的,好像就是能夠 然後面對亨利是很願意去承擔等等 那這兩個並不是互斥的 事實上更多的維度都不是互斥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家庭的一個支持 那後來就是二十四五歲 所以在經歷一次青春期的時候呢 他們一方面是當然 仍然是概念上面很支持 但是二方面也是 那也會去就是分享說 那台灣對於這件事情 也在關注的朋友有哪些 那或許我可以多去認識 這方面的朋友啊等等 那時候的像同志遊行啊等等 之前我在之前是沒有就是線下參加 大概都是,對對 大概都是一個就是空軍的狀態 那但是因為就是經過第二次青春期 所以也會 好比像說參與他們的旗幟的設計啊 我的性別我來決定啊 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時候就比較有一個好像社會組織的感覺 對 那因為家裡還有弟弟對不對 那弟弟在他成長過程中 對於你的這個轉換的參與 他的感受是什麼 嗯,我覺得 對,我覺得他是蠻開放的 他並沒有什麼不能接受之處 因為其實從小我就發現說 因為我身體相當不好嘛 現在是心臟病等等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文靜的這樣一個性格 那他因為身體相當好 所以就很相信陌生人 很願意去跟人互動 所以其實我們本來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因為有小時候相同的社會性別 所以就要用一樣的方式做性別展演 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對,了解 那成長過程中你曾經有因為性別氣質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嗎 嗯,應該是還好耶 因為我有一個特色啦 就是說我每年都會轉學了 那所以 那也不及收到不公平的對待 對,是念了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那國中只念了一年多 有一個好處就是從來沒有做出這樣的作業 因為不知道要交給誰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大部分會對我有一些 不管是歧視、嫉妒什麼之類 可能並不是因為我的性別氣質的部分 可能是因為不管是看起來 就是老師特別喜歡的學生啊 或者是為什麼他可以一個禮拜 只來上學三天啊 或什麼其他別的聽起來 比較像特權的這些東西 那性別氣質可能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嗯,嗯 那我因為我很想問 那維基上面關於你早先求學的時候 那個霸毒經歷 對啊 都是你自己寫的嗎 當然一個人是不能編輯自己的維基的 哦 對,最多只能改錯字 這是維基百科的規則 所以他好瞭解 對,那 看了很心情耶 那是這樣嗎 他大部分大概是使用 就是乘上戰爭 然後以及 就是其他的天天驚喜啊等等 大概是我母親的書 裡面的一些段落 嗯 所以其實你很少的時候 你會體認到自己是 就是不太一樣的嗎 還是與眾不同的 那 應該每個人都不同吧 對,但是 你就因此吸收到了 很多泡芙的一些發言 那你怎麼理解 人為什麼會被霸凌 是,對 那我後來就是有休學一小段時間 在小學年級下學系 那就看了很多像皮亞街啊 就是兒童心理學 成長心理學 摩特索利亞 薩提爾啊等等這些書籍 那就了解到說 原來來霸凌我的 就是本來搬上第二名的 這個覺得我只要能夠被他霸凌走了 他就變第一名 雖然其實成績並沒有提高 所以這個真的是 就是有點可疑的自信心的來源 那但是你想八歲的小孩 他並不會天生有這些概念嘛 對 必定是說他的社會環境 他的家庭等等 讓他有這種人跟人之間互相競爭吧 自信心建立在不穩定的這個基礎上 的這個方式 所以才導致他必須要act out 就是把心裡這種不舒服的感受 而透過行為來進行霸凌 所以後來我了解到這個結構之後 當然就知道他的成績 也因此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情緒 所以其實你並沒有因為外界的這個 他們的質疑或是霸凌 讓你受到傷害嗎 或是影響到你的心緒嗎 其實理解了成績以後就放下了 對對 就可能花了半年左右嘛 就是去看這些相關的一些書籍啊 而且也在那半年裡面 我也會想說 那如果未來的教育系統裡面 每個人也有自己的一個學習方向 那自然人跟人之間 就不會互相比較 也沒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這個 自信心不穩定的問題等等 所以在當時也跟很多就是 教育學者啊等等 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可是你能夠那麼快的理解這個結構 然後你就放下 也是因為你本身對自己的情緒處理 都很流暢 或是對自己情緒處理很好嗎 那時候也才八歲 對 所以 所以 你可以就是 是 對情緒就是 輕輕的放下 對 因為這是一個本能吧 就是說 因為先天性心臟病嘛 我只要 心跳的速度一快 不管是因為憤怒還是因為太開心 就會混到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本來在 我有記憶的時候 就是有心跳一快 我就自動開始想呼吸 這已經是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練成的 很可能是 在我 有我智能力以前 就是三歲以前 所以其實是一個內功深厚的人嗎 對 很欲穿什麼東西 因為很多青少年 其實會因為自己的不一樣 會受到一些 會在家庭或少女生中受挫嘛 那其實青少年又是情緒非常 嗯 永動的一個時刻 那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跟他們分享 讓他們能夠比較舒服的路過這樣子的時刻 對 我想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要跟這種挫折啊 迷惘啊 不舒服啊 去相處 因為如果你沒有跟他相處 很容易就變成 不是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就是覺得是社會的問題 那這樣子一種比較零和的這種想法 就很容易讓自己更不舒服 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嘛 不管是哪一邊 那所以 但如果你能夠跟這個迷惘相處的話 慢慢就可以看到說 既不是你的問題 也不是社會的問題 而是這中間的這個缺口 你可以透過一些行動 一些串聯 一些 好比像說在教育部的臉書上面 貼制服 秀學號等等的那種方法 慢慢的讓整個社會更了解你 你也了解 社會到底本來這些看法是哪裡來的 那但是重點還是要 你要跟他相處一長段時間 才做得到這件事情 才能夠莫清楚 對 對 那你認為台灣的性別教育 有什麼需要在你 HOWER的地方嗎 對 我覺得台灣的性別教育 當然從我小時候到現在 已經進步的非常多 那尤其是在就是同婚 就是所謂結婚不結音 通過之後 到現在一年多了嗎 好像社會的支持度也大幅的提高啊 證明說結婚不結音真的是一個 很有智慧的一個選擇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於大部分的小孩來講 現在大概已經沒有那種 好像說 就是你一定是性別氣質來決定 就是你的性別展演 你可以自己覺得你是一個性別氣質 但是你做不同的性別展演 現在也有很多小孩看的 像Youtuber啊 這些人物 他的特長就是 他每天可以做不同的性別展演嗎 不管他原本自己認定的性別氣質如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方向吧 我想在接下來可以還是主要救救我們的上一代嗎 不要讓他們輸在終點線上 所以我想還是主要社會教育的部分 我對下一代並不擔心 對 這其實也就是延伸到我們的第八題 因為我們確實也發現在世代上 可能在我們年輕世代的同溫層裡 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但是在對上一代溝通上去還是困難重重 對啊 那很多人會說對於同志族群 我尊重但不認同 那你對這樣的態度會抱著那樣的看法 對 我想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折衷吧 就是說 他只要願意尊重 那個是對外的嘛 就是他表現出尊重 那他內心認不認同 說真的 也關不了他 這是他自己的事情嘛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結婚不結音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很多人他是沒有辦法想像或認同 好比像說有一個兒婿啊 一個女席啊 或者是另外要發明應該大概16種左右 或者32種 如果你把三等親算進去 的新的 新的稱呼嘛 這個對他們很難想像 那但是因為新的世代來講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並不是說兩個人可能其中一個才16歲 代表彼此的家族 好像替結姻親關係 這兩個人只是代言人的 這樣子一種古老的想法 2008年才登記婚以後 就沒有這種想法了 所以我覺得 老一輩他有那種儀式婚 家族跟家族結婚 那個是那個時代很自然的想法 我覺得他們當時的結婚也是法律上有效的啊 似乎沒有必要說 現在因為改成登記婚 好像就要否認他們內心 對那種家族對家族儀式婚的那種認同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對 那因為其實我們也經過幾次社會運動 或者是比方說像之前選舉說韓粉這樣 那對於這種落差 觀念知識落差很大的局 如何與他們有效的溝通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嗯 因為我覺得韓粉的這個現象蠻好的 因為它讓就是很多就是比較年紀長的朋友們 願意出門啊 願意參與社會活動 那大家都知道說社會參與是讓健康的人 不至於變成亞健康亞健康不至於生病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因素嘛 所以應該是幫我們長照省了非常多錢 然後 這是功德無量 對 真的真的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對對對 然後對啊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很難想像說年紀那麼大的長輩 他還願意去做那麼多的溝通 甚至學習怎麼直播啊怎麼看直播啊 我覺得這都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這是一個 等於是我們本來一直在想說怎麼樣 讓數位寒榮嘛 就是去讓長輩也願意透過網路 來串聯來表達他們的心聲 那韓粉現象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公民賠利的 這樣子一個活動 那我自己的就是阿嬤就是目前87歲 快88歲了 那她有很多年輕朋友大概70幾歲的年輕朋友 從她的角度來看 大概很多都是韓粉 那然後就是會坐遊覽車就是到處去參加活動的 對那我會覺得說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然後我在跟我阿嬤因為我就是每個禮拜跟她打電話 每兩個禮拜去看她的時候 其實盡量也都是從說 那我們是公民之國嘛民國嘛 本來大家都是有共同的表示意見 這樣子的一些權利 那所以如果她的朋友跟她講一些 就是他們的角度看起來是對的 但我的角度看起來比較奇怪的話 我只是好像拼圖一樣去補上我的角度的看法 但是我並不會去否定 因為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啊 我並不會去否定她的神父 或者她的教友的看法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就是在公投的時候 她決定就是不去領公投票啊 就是她的折衷指導 對這是她的折衷指導 對所以你們剛剛講的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像拼圖一樣補上他們 可能建築的觀點就好 但我們其實也不需要硬要他們表態 或是希望他們改變啊 主要就是說我每個禮拜去看她 表示我跟她花的時間 差不多跟她跟教堂花的時間一樣多 所以就是有平衡之處 那我覺得這就是蠻好的 但是如果年輕人你不花相當於這麼多的時間 跟長輩相處的話 那你很難想像說 你只是LINE上面給她幾個貼圖 就可以來統一她的感受 這是不太可能的 確實欸 所以花時間陪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對於不認同你性別身份的人 你會有辦法與他們相處或共識嗎 那當然可以啊 沒問題啊 那你覺得社會上 我不知道 也許對有些人來說這不是個問題吧 就像她不需要認同 只要尊重就好了 對啊 我想在台灣的特色 就是我們20種國家語言 這個每一個人的認同 都是非常交織而複雜的 你說隨便在街上挑兩個人 他們對於台灣兩個字的想法 是不是相同 這都很難講 對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本來就是靠著彼此尊重 在不同的立場裡面找到共同的價值 好比像說民主的深化 好比像說國際的參與 這個不管是誰 大概都會同意的嘛 所以我是專門做這些題目 而不是去急著去說 好像一定要把別人 拉到特定的那一邊去 拉到自己的陣營 因為我並沒有什麼陣營 我是選美一邊站的 嗯 了解 那你覺得台灣身為亞洲 第一個通過同分法案的國家 你預期將來社會風氣 還會有怎樣的轉變嗎 當然我們現在在入境 就是填那一張這個檢疫聲明卡 或者掃QR Code 現在應該要推廣數位 掃QR Code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說 除了就是男女之外 還有就是第三個 non-binary 非二元的性別 是可以選擇的 那這當然也是因為說 好像澳洲啊等等 這些朋友們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護照上面 本來就是非二元性別 因為現在已經有 越來越多國家 越非二元性別的選項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關於外國人口 尤其現在如果是專業人才 他可以不放棄自己的國籍 就取得台灣的國籍嘛 等於是民國的國籍啦 雙重國籍啦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的明年應該是第一季 或第二季 就會去除了他們本來的居留證號 就是什麼 ACAAABAD這種之外 我們會給他一個新的證號 他的第二碼就會是數字 這樣子他就比較能夠去辦理一些服務 包含商業跟公共服務 本來就是他輸入他去 證號的時候他會說 身份證格是錯誤 所以他其實依法應該可以去買的 好比像說中文的台鐵的車票 但是他就不行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好比像說 8跟9那可能是不同的性別 那但是7可能就是非二元的性別 這個就會慢慢在我們的演算法 就是電腦程式裡面會開始出現 對 那等到我們的演算法這邊 真的能夠去執行非二元性別的 這些外國朋友的這些活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自己這邊如果要修法 去把我自己比較 對我比較傾向的是 傾向的是零啦 因為零就是雖然他是偶數 看起來不像偶數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非二元性別 也許他身份證字號 他就是零 那甚至包含自我認同 是二元性別的 他只是不想別人知道他的性別 這個時候他也可以挑零用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一個想法 可是那到時候會不會很多國民 就是要申請身份證字號的 重新申請嗎 會換到 那就是 就像那個居留證一樣 他舊的居留證號還是生效嘛 對 只是說我們透過電腦系統 你不管輸入新的或舊的證號 他會對應到同一個人 對 感覺是一個很酷的改變 就像我們新的就是數位身份識別證 上面會同時有你的英文名字 跟中文名字是一樣的道理 嗯 他就會發現台灣人很喜歡改英文名字 對啊很棒啊 我相信很多人會用什麼台羅啊 或者是什麼這個其他的拼音啊 拼自己的 對 會很複雜 那我們有一個很好奇的事情是 那你也會期待婚禮嗎 嗯哼 我覺得婚禮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場合啊 我也有試穿過婚紗啊 在國外應該是在荷蘭的時候 有一些朋友陪我去試穿 白色的嗎 對 對 那你是嚮往愛情跟 沒有啦其實只是覺得 就是穿那個很好看 只是覺得白色很不錯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想穿一下看看 總之要試一下仙女風是不是 嗯 蕾絲感 等一下你本來就喜歡蕾絲的女性嗎 其實都喜歡啊都喜歡啊 我的範圍很寬 原來如此 如果有看過某一個雜誌叫Verse的話 對 對是把我拍成生化人 或者是拍成一顆鳳梨 是的 我也不是 不是很介意呢 現在還是搭鳳梨 他們literally把我拍成一顆鳳梨 對 那我很好奇 那你對於你以前像我們的愛情 和現在對愛的理解有轉變嗎 應該差不多吧 就是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首先是能夠照顧自己嘛 然後對於自己有足夠的自信 那就是有多的地方願意分享 那如果有一個人願意就是不斷的就是跟你分享他的就是作為命運交織嘛 人生的話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是比較不是好像一時的激情比較是一個比較長期比較永續的吧 因為可能因為我心跳很難變快 所以那個激情的部分 很難有激情感 對激情的部分很難去體會 對 你那時候有體會過對某一個人激情感過嗎 基本上沒有耶 因為因為像我會就是心臟12歲手術之後我會特別去搭雲霄肥車 你是想要看他的反應是嗎 就是說不是我自己去搭啦 對 那當然也有找一些像就是我堂弟啊一個什麼法國朋友啊什麼德國朋友啊等等 但是就是說就是去迪士尼為什麼我就是成年了成年很久了才去迪士尼就是因為小時候沒有辦法去啊 因為去了可能會死人啊 對 那所以我成年之後就特別去 一個圓夢的感覺 對對圓夢那個經驗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即使是那樣子 就是我也不會特別大叫或者是特別覺得非常的 有些人就是在雲霄飛車的時候就是有一種激情的感覺嘛 有人說在上面特別容易會墜入愛河啊等等 可是我就發現說我身體的那個就是反射性的系統 就是自己開始深呼吸啊眼觀鼻鼻關係呢 就是完全不是我完全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坐完整個雲霄飛車一點激情的感覺都沒有 對那所以當然多少也是覺得說好吧那也許身體就這樣囉 我想也許你來自的你來自的那個星球或是維度可能就是沒有所謂很激情的這種東西 比較少 對大家就是比較 peaceful的在情感狀態裡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個你最近看見讓你感到觸動不一定要到激情嘛 但是就是感受到感動很深刻的愛的地方 嗯很深刻的愛的例子嘛 嗯好比像說舉例來講最近嘛 以前也可以嘛 嗯其實我覺得粉紅口罩那個事件真的是讓人感受到那種 嗯可是那種比較像大愛對不對 慈悲為懷那種感覺 尤其是指揮官追加說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粉紅爆 那我想就是讓那個小男生或那些小男生突然就有一種解放的一種感覺 覺得說不但我是全班最酷的 因為只有我有指揮官的口罩顏色 而且就是大方的喜歡粉紅色並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隔天他書定一刷IG所有他follow那些全部換粉紅頭像 所以就是說那個真的讓我很感動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其實為什麼我跟外國記者一直分享這個例子 對因為他當然不是一瞬間就解決台灣全部性別主流化的問題 對 可是他確實讓性別主流化主流化三個字不是講講而已 真的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看到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美加的那個Facebook的Fanpage的大頭貼 也有跟著做粉紅色 對就是這個意思 那種好多大家媒體專業都特別擔心 這就是真正的主流化 那這個讓我非常感動 嗯 所以您心中也是一個大愛大於小愛的人嗎 嗯 可能就是都有吧 都有嗎 真的都有都有 都行都行 那小愛的部分 你會像什麼樣的感情的模式呢 就像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自己能夠照顧好自己 然後有多的地方想到什麼等等 勇於分享樂於分享大概就這樣 你相信靈魂辦這種東西嗎 嗯 大概靈魂伴侶 我確定你的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在靈界 然後是坐在隔壁登入同一個 這個世界 然後就是登出的時候還要約好一些登出還是怎麼樣 因為在房間大家都會想說 哦 你是屬妹 屬妹 哦 OK 對啊 很多人也會用什麼屬妹標準去質疑自己 就是身邊3D的辦 哦 是這樣子嗎 是啊 你不是我靈魂辦 哦原來是這樣子 對 OK 現在剛好也到這個月份 所以如果有人先登出還可以稍微就是溝通一下 對 對 我對這方面沒有什麼研究 我說靈界的事情 對 所以並不是什麼包青天晚上還要加班 太累了吧 對 所以這個我可能很難回答 哦 哦 這樣子就是一個能夠好好的 自己愛自己的狀態之下 也可能是要傳出你的狀態 其實就是最好的 是的 是的 那您對於台灣社會同志族群未來的處境 會是悲觀還是樂觀的呢 嗯 我想這是兩件事情啦 就是說 一個是說 同志族群在台灣 就是現在有很多就是雖然是 所謂的就是straight 直的族群 但是它是很挺同的 對 那或者是說像現在就是 性別氣質這件事情 其實即使在straight裡面 也是絕對比我小時候的那個range要來的寬了 別的不說 看到防疫五月天全部戴粉紅口罩 你就可以感覺到那個range變寬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蠻好的 就是不是專門說我們在台灣 匡定一群人說是同志 而是說大家對於LGBT IQA 等等 大家都有一些更清楚的認識 而且更不會用性別來拘束自己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是非常樂觀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 越來越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當然就是很多人會說 那這個是社會部門 或者說社會常軌嘛 那但是法律上面 我們說投過生就過 但是同分通過之後 投過了 生還沒有真的過來 對 對 確實 那我剛剛講到身份字號那個A0 那個也是一個想法 姓平會有提出過 內政部有考慮過 可是畢竟立法院還沒有把它排上議程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就是同志仍去努力了 嗯 嗯 尤其是像我有朋友 他是跟印尼的伴侶在一起 對啊 那個飄洋過海來看你的部分 對啊 所以確實還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 你是相信愛會戰勝一切的人嗎 你說戰勝一切包含 就是愛會戰勝一切包含 就是愛會戰勝一切包含 就是愛會戰勝一切包含就是包含什麼包含疫情嗎 還是包含氣候變遷 他冷漠 如果愛可以戰勝氣候變遷跟疫情的話 那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 你說愛還可以戰勝缺電 你是不是太想愛用愛發電 對對對 我最近有看到一家新創公司 它是用核廢料發電 它把那個核廢料變成碳14 裝在鑽石裡面 然後就可以不斷的好像電池一樣 源源不絕發電 而且還很安全 那不過這個還在早期實驗階段 對對對 所以那個還真的可以發電 但是愛我就不那麼確定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想 就是如果一個人他可以做到 就是小愛跟大愛 有一個共同點嘛 就是凡事包容 凡事傷心 凡事盼望 這三個是 我阿嬤小時候教我的 大家小時候都唱歌 是是是是是 確實是這樣 對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說 心裡一些比較負面的情緒 確實是可以 就是比較好好的面對它 那面對它當然就是 就是處理它的第一步 對 那所以我想 如果你平常就是養成這種小愛 當然共通的這個 就是叫做接收它的那個能力的話 那這個就是聖言老師的四步就可以縮短成三步 那確實是可以多少省一些時間啦 那至於是不是conquer all我就不確定了 嗯 就是至少就是疫情目前看起來沒有辦法用愛解決 對 嗯 因為有時候像晚上看晚間新聞的時候 都會覺得台灣人到現在是面臨不到更分裂 更懂得發表自己意見捍衛自己權利 但偶爾會越解 還是說仍然擁有以前那種比較包容 或者是寬厚存 嗯 這一定都是同時存在的 完全看就是你的environmental queue 就是你在環境上面碰到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 如果你覺得碰到的是有足夠的時間 這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值得你去付出尊重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當然大家都是非常寬容的 但如果你碰到的是 他下一秒鐘就要決定什麼 攸關你利害關係的事情 那當然就翻桌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並不是關乎人或關乎民族性 而是關乎這個環境是營造成安全的就是對話 還是不安全的對決的那種氣氛 那可能也是我們媒體的部分 應該是我們媒體很大的責任吧 希望能夠創造出更開闊的空間 讓大家能夠感覺到安全的對話 是啊是啊 就是要創造出這個就是又美麗啊 又家人的環境嘛 對但是那個家可能不是那個家 嗯 嗯 謝謝我們今天跟我們的開示嗎 沒有並沒有還好分享 你會不會有很多朋友就說 很想要問你 你會不會覺得被一直稱為天才真的好煩 嗯嗯嗯 應該還好吧他就是一個人家的創作嘛 跟我關係不大 就像有人叫我大臣 但是我們這個直接民權的共和國 沒有國軍哪裡來的大臣 對所以就是人家自己愛貼什麼主題標籤 因為我最近在玩IG嘛 所以發現人家分享限動的時候 可以自己亂加主題標籤 不過那是他的創作嘛 對 跟我的限動關係不大 對 嗯 我覺得你在你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如何 就是他人的看法跟意見 他就是這樣子並成跟存在著 但是你不需要讓東西去影響到你自己的 嗯 內在的價值或是核心 對啊對啊 而且而且我可以欣賞啊 那就是他的創作嘛 但是你的心 就是我說您能做到欣賞這件事 其實很多普羅大眾其實是做不到的 嗯 對啊很容易覺得被攻擊被挑戰 或是被不信任或是不解 嗯嗯嗯嗯嗯 其實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要跟那個 不舒服的感覺相處的能力嘛 那當然大家可能知道 我有一套精神按摩的方法 我就不在這邊重新複述了 對 精神按摩 嗯嗯嗯嗯嗯嗯幾點 當然可 沒有問題 persever 每次都說 交給你啊 對啊ef 而且重新專業的人來 專業人來 對 因為這是你們的創作啊 我覺得是素材 我覺得你很鞍魚跟樂魚當素材 當然啊 可以 可以 我覺得可以 你們在等我 對不起 對 請用 保險 萬事問鳳姐 生活無難事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 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經常聽到你 說到一個綜藏的政府 在你的技術業界中 我問你 說到一個綜藏的金融系統 以及你的思考上比特幣 謝謝 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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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勇低 比特幣 hips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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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mated 兩種 最好 香港政府 指示 受訓 是 谢谢这个问题 那我能够控制的唯一的人类的脑坡 就是我自己的脑坡 我如果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 或者是说一些深呼吸 一些这些练习的话 确实是可以让我自己的脑坡比较安定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控制 其他人的脑坡的能力 那当然在Google的演算法上面 这个脑也不是人类的脑 而是电脑 要怎么控制电脑的脑坡 这个倒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写程式就可以做到 好比像说Google的演算法里面 就采用机器学习的方式 去让在任何网络上面的一些网页 只要有足够多的网页 能够连到这个网页的内容 或者是说这个网页提供了一些 关于这件事件的事实 每个事件的事实 它是用一个叫做 可能像microformat等等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Semantic Web 也就是语义全球资讯网 也就是Tim Bernsley 在最近可能一二十年 致力的一个题目 只要你的网页里面 越多关于这个世界的描述跟语义 那么在Google的机器学习来看 你就是一个他的比较好的老师 那么在他的演算法里面 你的排名就会不但比较前面 而且会成为这个演算法了解其他网页的素材 谢谢你 不太行 嗨唐峰 我是一个四岁 有一个四岁小孩的妈妈 我想问你 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就是妈妈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扼杀了你的兴趣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一直很想知道 假设你以后有小孩的话 呃 他如果有一天害记你的电脑 看你的电脑 你会做什么反应 就这样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小的时候 因为我的家 有一阵子 不帮我买个人电脑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在一张A4纸上面 把A4纸的一半写QWERTY等等的这个键盘 然后呢 在他的上面的一半用铅笔画出了一个游标 那我就可以再用原子笔所写的这个键盘上面打字 然后模拟电脑会产生出来的程式的反应 好比像说我如果打C L S Enter的话 我就会用一个橡皮擦 把上面的部分的铅笔都擦掉 那因为没有个人电脑的关系 这部分的兴趣 我想我写程式在纸上写程式 可能大概到100行就差不多了 在这个超过的话 我也不太知道程式运算的结果会变成怎么样 不过这个扼杀的期间非常的短 以我的记忆应该是大概20天以后 他们就受不了了 并且买了个人电脑给我 所以这个扼杀的期间 因为相当短的关系 应该也没有造成什么重要的 不可弥补的这个影响或伤害 那当然如果之后有一个小孩 成功的害入了我的电脑的话 那我当然会告诉他 白帽骇客跟黑帽骇客的一个差别 白帽骇客就是当他害进你的电脑的时候会告诉你 黑帽骇客就是害进你的电脑之后不告诉你 那所以说只要能够及时的揭露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设计的安全系统有怎么样子的漏洞 这样子的话我绝对会好好的 就是告诉他说这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件事情 当然像黑帽那样子去为非作歹 就是一件对社会不好的事情 所以当他害醒我的电脑 并且告诉我的时候 这个就好像很诚实的说 樱桃书是我砍倒的 这样子一样是一个道德教育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有这么好笑吗 请问我看YouTube在美国有找到紧急头 请问在台湾会有可能找到紧急头吗 请帮我写讯 谢谢 感谢你的这个贡献 我们现在在台湾至少就有一台手机上面 上面已经出现了紧急头 这个紧急头目前正在美丽佳人的 这个拍摄的摄影棚里面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了 它就在美丽佳人的摄影棚里面 如果你看到这支YouTube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它多播放一次 就可以看到紧急头的许许多多的细节 都许如生的呈现 然后你走向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 我们希望听到你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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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是非常好 and I love your hand gestures so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you can do first of all there's this hashtag Hashtag TaiwanCanHelp if you use this hashtag you join this cadre of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is known in the world is what we call a warm power a power that is instead of a sharp power that sharply divides people i don't know divides people we warmly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oward liberty toward freedom and towards great food and positive publicity and so this hashtag is very versatile use it in your creations so that it could be discovered by other people and you can even visit for example TaiwanCanHelpThatUs which is a crowdfunded crowdsources website that is not a government project it is started by quite a few famous youtubers and also famous designers to put advertisements on New York Times however the website has evolved to not only feature our then VP Chen Jianren teaching everybody in the world free online courses about epidemiology but also abou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aiwanese people dedicating their masqueration in quot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humanitarian aid and much more and so if you're interested please consider contribute to content TaiwanCanHelpThatUs as well as other foreign creative talent people in Taiwan for example TaiwanGoldCard.com is also a open source website that welcomes your input however 您好 我是金彤 因为我最近对时间的议题感到非常非常有兴趣 想要请教您 如果现在可以搭乘时光机回到过去啊 您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有看天能这部电影的话 应该可以了解到说 搭时光机回去 就是要把能够制造出时光机的这个可能性 把它等于消失掉 让好像时光机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为这样子就是才不会产生悖论 也不会产生出这个时间上面 难以解释自圆其说啊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我现在有的这个时光机是唯一的一台的话 那我或许也会做天能电影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把它拆成好几块等等 那但是呢 如果现在是大家都已经有一台时光机了 也不是我做什么可以去扭转的话 那我大概就会想要搭时光机回到 有人类 有语言 有文字 以前的情况 因为有语言 有文字 有记载的这些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 好比像说古代的壁画啊 来了解当时的生活的情境 但是呢 在有这些以前 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我对那个时候的历史 因为当时没有历史嘛 是比较有兴趣的 大概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 好 我想请教一下 呃 我们现在生活 我们现在 在一个 在一个 非常讲求成效的一个商业社会里面 那 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那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非常容易被压缩成为 它一个成效 但是看它的利益层面而已 那 我会想请教一下 在这样子的社会之中 我们该如果保持 自己仍然是一个充满爱 跟充满温暖的 我想先说明哦 就是刚才的那个 背景音乐 跟文字没有关系的 然后 如果是看短期的利益的话 确实就是 常常你会想说 我如果要赚取短期的利益的话 那不妨就让社会或者环境 承受一些不利益 这个就叫做 外部性 Externality 但是呢 如果你追求的利益 是一个长远的利益 也就是说 到后代 或者是甚至 期待以后 都还是有利益的 那种利益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所谓的投资 是耐心的投资 或者是 以影响力为主的投资的话 那你不然就会发现 这个跟心里面的爱心 也就是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及对于地球的永续 或者至少是太阳系的永续 等等 都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不能够计算利益 相反的 我们可以透过像SROI 就是社会的投资报酬率 或者SRS 等等的这些新的方式 把我们的外部性能够内部化 只要大家都能够发现说 其实这些对外部的环境 或是会造成不利益的活动 会遭到 就是不只是抵制 而且会让大家能够 就事论式的看到说 也许你在某一个方面 赚取利益 但是其实是牺牲 后代的利益的话 那么就算 后代目前没有投票权 但是我们也可以设计 在我们的民主制度里面 让本来没有投票权的 好比像说高山啊海洋啊等等的这些森林 也透过好比像说协作式的这种讨论 把他们及时的这个状况 传递到我们的共同决策的这个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自己限制在人类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会跟长期的这个取舍 但是如果是把自己定位在就是整个太阳系 都是你未来有可能谋取利益的这个范围的话 那其实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这个跟就是环境啊 跟其他人的内心的爱跟慈悲啊什么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记力当心天下力的意思啊 谢谢 不客气 中文元你好我是Joy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都做哪些活动数呀 然后怎么去解决压力很大的问题 谢谢 是 我如果压力很大的话 我只有一件事情会做 就是去睡觉 那如果压力非常非常大的话 那就睡久一点 那如果压力真的是完全承受不了了 那就是至少就是稍微小歇一下 每天加起来的时间有个八小时 压力就可以缓解了 所以我是蛮推荐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子的工作的场合 或者是你在怎么样子的 就是行动的创作的艺术等等这个里面 我想废寝旺食里面 废寝是比较不太行的 但是忘记倒是比较无所谓 那所以就是 加压力的时候 就是多睡就对了 是 我对于挑选另外一半的标准非常的清楚 就是它必须要是现代的智人 智人也就是homo sapiens 也就是有人问我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的时候 我的回答那就是人科领掌目 我的另一半必须要是人科领掌目的成员 谢谢您的问题 我是这是乡多 好 刚好 谢谢 谢谢